不仅如此 李多慧也为粉丝们介绍了台湾的道地美食 在另一段名为 韩国人们都能来的话就好了 真的想跟大家介绍的台湾面料理们 我爱台湾的影片中 我们看到李多慧穿着一件白色连身裙 自从南韩的啦啦队天后李多慧加入乐天桃源啦啦队 她在台湾的人气暴增 这位外国女神不仅在台湾为球迷带来了无数的惊喜表演 而且还在社交媒体上积极地分享她的生活和工作点滴 获得了大量的关注和喜爱 李多慧的社交平台竟来充满了她的活力 从和妈妈一起跳舞的趣味短片到生活Lug 李多慧总是能够捕捉到粉丝的注意力 最近她分享了一段名为 体验台湾台北生活八十平的房子 这个价钱是真的吗 也太棒了吧 这影片 其中她展示了与拍摄团队合作的一座八十平别墅 这间房子内部的装潢精致 具有浅色系的客厅 超大的卫浴以及一张能够旋转的圆形餐桌 每一处都让李多慧惊喜烈恋 不仅如此 李多慧也为粉丝们介绍了台湾的道地美食 在另一段名为韩国人们都能来的话就好了 真的想跟大家介绍的台湾面料理们 我爱台湾的影片中 我们看到李多慧穿着一件白色连身裙 走访台湾街头 亲自品尝并推荐了许多面食 包括面线 牛肉面和凉面等 她对这些建议充满了热情 而她的活泼和真挚的态度也让许多粉丝为之倾倒 网友们看到李多慧对台湾文化的热爱和尊重 不禁纷纷留言赞赏 有网友表示身为台湾人 真心感谢第一次来台湾工作的李多慧 短短的五个月就替我们台湾介绍了那么多风情人文 还有人建议她可以当台北市的观光大使 李多慧的真挚和热情不仅赢得了台湾粉丝的信任 也展示了一个外籍艺人如何尊重和欣赏当地的文化 希望在未来 我们还能看到更多她在台湾的美好瞬间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还有人指出 即使是美国和日本的车辆价格也比台湾便宜 认为台湾的货物税和印花税过高 甚至将车辆视为奢侈品 近日 李多慧在个人YouTube频道中 介绍了她新购入的现代汽车Cast 而价格惊人 只需要1760万韩元 换算下来大概是台币40.8万元 这样的价格 在PTT引起了许多网友的热烈讨论 原P.O.惊讶的提问 李多慧在韩国买新车只要40万台币 也质疑台湾的国产车是不是应该有这种价格 另外网友也对这件事表示台湾100万的车 60万的关税 台湾进口车抽50帕 国产车没抽一样贵 还有人指出 即使是美国和日本的车辆价格也比台湾平 认为台湾的货物税和印花税过高 甚至将车辆视为奢侈品 此外 也有人表示 同款车在台湾的价格可高达69.9万元 而且韩国的薪税比台湾高 国产车的品质又好又便宜 然而 也有不少人认为台湾的车价高是有其原因的 例如政府想要避免人们购买过多的车辆 又不能直接禁止 因此只能透过高税来进行调控 而且 韩国的收入比台湾高 所以相对来说 车价其实并不算太高 民进党立委高嘉瑜见此事也在脸书上发文 文中提到 李多慧买韩国国产车只花40万 台湾车价到底怎么了 近日 乐天桃源啦啦队成员李多慧 在个人YT频道宣布自己仅花了40万台币 就买下人生中第一台汽车 为韩国国产现代汽车Casper 也令大家不禁想问 台湾的汽车价格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不合十一的货物税令国人买车负担沉重 台湾国产车内销有高额税金压力 包含25%到30%的货物税 5%营业税 进口汽车零组件的进口关税5%到17.5% 如此高额税负不仅垫高国内新车均价 甚至造成部分国产车外销后 竟比在国内售价还便宜的荒唐情形 而其中最主要的货物税 在早年立法时则是作为奢侈税科征 现如今早已不合十一 为此 家瑜自进入国会以来 除了直接提案修法条件货物税外 更是定期要求财政部检讨七机车货物税存费一提 然而财政部的答复却总是鬼打墙 2020年7月财政部 七机车为移动污染源 因此课征货物税 家瑜认为环保署已有空污费征收 财政部凭什么跨足空污业务 审计部检核报告更只只有重复课征之余 2021年2月财政部有关七机车货物税检讨 已与其他税制做通盘考量 家瑜认为 因一旬中研院103年发布赴税改革建议书 改制货物税并整合为绿色税制如能源税碳税 2022年2月财政部应探费推动在即 避免重复课征 故意再推能源税碳税 家瑜认为 台大集中研院学者均指出 碳费只是绿色税制的意义 不影响能源税碳税整并 2023年4月财政部 货物税已具有能源税及碳税的性质 家瑜认为 可以这样堂而皇之地课征明示不符的税收 谁来翻译一下 财政部到底在说什么 无论财政部或交通部 总是以滚动式检讨为借口 不断延宕对民众有意地调降汽车关税 汽机车货物税及其燃费随由征收 另家瑜不惊质疑 或许对这些机关而言 这些能躺着抽税的项目 远比民众所在乎的租税公平来得更重要 高家瑜的提问让我们开始怀疑 这些部门是不是过于看重 能够躺着抽税的项目 而忽视了民众所关心的租税公平呢 这一重要议题 需要我们每一位公民的关注和行动 许多台湾网友看到新闻后也表示 假日道路变大型停车场跟关税高有啥关系 台湾车价世界最贵对国家好处在哪 台湾市的侠人愁气 机车也超多 上下班跟放假出游都爆满 现在全面执政却没有要改 执政红利收税收得爽爽 问你家完全执政的政党啊 怎么民进党的人 都一副好像在野质询政府一样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